日本政府会有很多减税哦 不要再被骗了说什么日本的房屋税很贵 我真的觉得没有 嗨大家好我是住在日本东京的娜娜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上个月的影片有跟大家提到 如果日本房子的房屋税来的时候 会跟大家分享 这个就是日本寄来的我们的缴费通知书 他这边有写到就是有固定资产税以及都市规划税 今天就来跟大家讲讲我们家这两个部分花了多少钱 这个内容会跟你讲最重要的就是你要缴多少钱 但你可以分成一次缴费或是四期缴款 这个深红色的部分就是一次缴费 其他的四张的部分就可以分成 一期份、二期份、三期份、四期份 然后这个都有不同的缴纳期限大家要留意哦 另外还有一张长条型的部分就是会说明 你们家的备用到底是怎么样算出来的 等等我就会用这一张来跟大家说分明 而且而且我们家的地价涨价了呢 好兴奋耶 大家可能不想要算数学也不想要知道日本怎么算 你只想知道我花多少钱对不对 那我就跟你讲我们家的土地面积是51平方米 然后整体我们盖了三楼 我们是木造的三层楼 油管面积是82.38米平方 总价买的时候的总价是4800万日币 这个上一期都有跟大家讲过 那我们究竟每年要花多少钱缴税呢 但是十万七千八百元 这十万七千八百元里面呢 有八万元整是来自我们的固定资产税 另外一个两万七千八百元是来自我们的都市计划税 有兴趣想知道到底怎么算 还有我们家这边涨了多少钱 我们就继续看下去 先来看看日本政府对我们这个物件的估值是多少 土地的部分估值为1670万左右 而房子建物本身的估值落在720万左右 我们当时购入价格的半价部分 这样也好啦 这样我们缴的税就比较少 然后你还可以把每年政府发给你的这个明细说明拿出来对照看一下 我们去年缴税的时候政府对这一块地的估价只有1290万左右 但今年的估价却有1670万左右 简单的算数给他算一下 我们这一块地就涨了30%了 是不是很厉害 那你应该会想 等一下那如果日本估值变高 你不是缴的税又要增加了吗 日本为了减轻大家的付税 如果你今年度的估值是比去年度高的话 他会帮你减税哦 等一下也会上给大家看 先记在脑子里 接下来我们来看房子的价格的部分 房子就是会折旧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 所以我们的房子从去年的平价736万 降到今年的717万 这个是很合理的范围没有问题 OK 那我们就来算一下这两笔的税收 首先是固定资产税分成土地的费用 以及土地上面建物的费用 土地的课税标准额是以政府认定的土地价格乘以六分之一计算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固定本费课税标准额 就是日本政府对你这一块地的评价 我们这里有16648230 但我们再往隔壁一看 它这边又有一个课税标准额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指说政府你减免之后你要付多少钱 我刚刚有提到日本基本上的土地的减免额度是六分之一 但你一出 欸不对啊 这个比六分之一还要低耶 没有错 这就是刚刚Nana有提到的 如果你的土地价格增值的时候 日本政府是没有用增值的价格去算的哦 他会帮你回推到你去年度付的钱为座基组 所以呢 其实这个2136110把我去年的缴纳的明细图拿出来 比对你就知道了 这个2136100就是我去年的缴纳的金额哦 所以今年度也是跟去年度缴一样的税 了解完 固定资产税额之后呢 我们就来看都市计划税 都市计划税的土地的课税标准额是以政府认定的土地价格乘以三分之一计算 因为我们的土地涨价了 所以我们采用的这个价格是比三分之一还要更低的钱 是去年的缴纳水准 建物的课税标准额就只有一个很单纯 做了一个简单的表格让大家去做归纳 首先呢 我们的固定资产税的部分 土地的部分是没有任何的减免 然后在家屋的部分 新的房屋前五年有减二分之一的优惠 所以我们固定资产税的算法 土地的部分就是政府认定的2136110 去乘以它的税率1.4% 那家屋的部分的话 这是我们的7175000 有减免二分之一 所以去除以二再乘以它的税额1.4% 就可以得出这两个数字 这两个数字加起来就是我们的固定资产费用 是我们的八万元整 政府好像有四舍五路的感觉 所以有少一点都市计划税的部分 也是一样分为土地跟建物的部分 土地的部分 东京都有一个针对小规模土地的一个优惠方案 有兼免二分之一 所以就是 所以我们整体的算法就是 4272200去除以二分之一再乘上它的税额 它的税额0.3% 建物的部分就没有任何的折扣 所以就是7175000去乘以0.3%的税额 两个费用加起来就会得出我们的都市计划税要缴27800 下课 好了今天的数学小教室就就到这里了 整体的结论来讲的就是 你们只要记住日本房屋税的算法 它不是依你市面流通的价格去算你的房子的估价 是以政府认定的数值去做估价哦 我们家的估值大概是购买价格时的一半 第二个我觉得这一次我发现到的就是 就算你的土地费用在政府的认定上是有增额的 政府也不会帮你收更多的费用 反而会维持你在去年缴纳的水准 我觉得真的是很博心啊 第三点 如果你在东京都买了一个小宅 跟我一样差不多规模5000万4800万左右的房子的话 你第一年大概缴11万的税金 第二年大概缴10万出头的税金 接着每一年NANA都会拍哦 我们继续来追踪NANA的小宅 土地会不会继续上升呢 如果觉得我这支影片对你有小小的参考 欢迎帮我按赞订阅跟分享 那我们下一期见 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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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